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是他 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我们有时说皈依 有时说礼尽 实则皈依不只是礼尽 因为皈依的意思是 积极利用那能把我们内在的 阴线的复兴 完全释放出来的机会 感谢观看 法是道 若不依道而行 正觉 究竟泄脱 极为极难达到的了悟阶段 而此一我们所需遵循之道 就是那从佛注释时起 直到现在 一切大师及伟人 所遵循并建议成佛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静法 《规依法》 乃是对自己立下行道的誓约 表示自己有行道的信心 同样的 归依僧 并非仅止归依外在僧宝的形象 它的意思是 我们需要以为法师或善知识 引导我们行道 这具有 引导我们 修道 所需的经验的人 即是僧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归依僧 乃是以僧 为我们在解脱道上的祥导和伴侣 如是 我们先归依外在的佛 释迦牟尼 归依外在的法 佛陀之教 以及归依外在的僧 接受诸法师 与菩萨的修行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 我们归依内在的佛 佛陀之教 归依内在的法 成觉之道 以及归依内在的僧 以我们传承的指引 以我们传承的指引 如法而行 佛法森三宝 是我们外在的归依 子欣本心 则是我们内在的归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以自心本心 为我们的内归依 三宝 三根本 为我们的外归依 我们的心 便能安稳而平和 归依的要点是 既然我们归依的目的 在求解脱 无凡不能令我们得解脱者 我们都不可归依 领寿归依 就如同在心事中 种下觉悟 解脱的种子 直至成佛道为止 这一颗种子 都在我们的心事内 受归依解 并非只是念诵归依文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戒身面前 诚心诚意 受归依解时 我们所得的 不仅是形式上的戒 也是归依的真理 并受归依时 归依者有一种 识致修道的感觉和自信 都会在我们内心产生出来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时 那时势志会引导我们认真努力 求取我们应得的解脱 怀着对引导我们之政见的信心而皈依 因此 在戒事前受戒 比自视受戒 更为可靠与重要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归依法 是指以佛法的教导 为解脱之道 此中还有不可谓自私的缘故 而伤害任何众生的意思 我们要下定决心 并应注意 那破坏此决心的可能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做任何事 无论做任何事 只要违反三宝之一 就是破戒 若破了戒 我们就应对自己破戒的行为 感到羞愧和有罪 这不是一种绝望的羞愧和有罪感 而是认错 忏悔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既在师父 我们既在师父 佛法僧前皈依 破戒就如同欺骗了他们 有罪的感觉 是当我们面对他们时 所感到的困重 羞愧则处于我们的内心 尽管我们所做的事 不为他人所知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觉得羞愧和有罪 将会造成一种绝望的情境 而佛法乃是要我们利用羞愧和有罪感 发展出自信 相信自己有永不再犯同样过错的能力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知过 我们就要发露忏悔 把坚强、清静的心念说出来 这是处理羞愧和有罪感的正确方式 因此 归依法义 即依佛法的教导而行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使与戒律有所毁犯或烦恼制胜 只要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未改变 对归依的功德仍深具信心 虽然造了许多罪业 虽会暂时堕入地狱 但之后仍有可能远离恶趣 成就佛道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归依法乃是与僧同行与道 因为他们能引导我们 达到正确的目标 所以在未成佛到之前 要多清净善执事 远离一切恶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知识不但是导师 他还是一位护法 亦能保护修行人 免于一切内外障碍的阻扰 就算是顿弱根线的人 借着善知识的教导与加持 也必定能开悟成佛 解脱轮回 解脱轮回 归依的动机 我们是为一切众生的利益与绝症 而发心成就佛道 若能以这样的发心来求受归依 不仅能使此生更善顺 也会使来生更具福德 更接近佛道 也更容易得到成就 感谢观看 皈依的意义 我们追随尊贵 且以成就解脱的佛陀 作为我们的典范 以佛陀的法教 作为我们修行的道路 而佛陀的弟子 则作为 我们在解脱道上的 法友和祥导 在我们前程齐寝三宝 火升起信心的那一刻 便已造作了善业 善业的力量 会使我们得到加持 越是具足信心 前进的齐寝 得到的加持也越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体认世尊 师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时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 共12311次 佛教慈悲至夜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灾界 祭佛法开示 恭请上果下慈法施主法 日期1月3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落尔段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佛教慈悲至夜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感恩法会 神舟忠明前南护法仪轨 即恭送妙法莲华经四药品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广顾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月18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落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地点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祂说面对非常固执顽固的父亲跟先生 该如何善巧方便 劝对方学佛 并引自道场来学佛 站在佛教啊 苏师兄 你看到对方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 你的先生跟父亲都非常固执 想必你是个固执的人 在去嫁到固执的老公 固执的老辈 所以你要改变对方 你要从你自己 做起 如果你视线很柔软 让他们看 因为你的先生跟你 父亲跟你生活很贴近 你视线柔软给他看 他们就觉得这样也可以很快乐啊 你才有那个公帝来 去改变对方 如果我们学佛只想要改变对方 那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佛说 你成佛了 你就可以真实度众生了 我们现在是结缘而已了 结善缘 累积慈悲之良 这样 所以我想 要改变对方 来自于改变自己吧 你净化自己了 就没问题 如果世间人只是想说 先生要改变太太 太太要改变先生 能不能多忘记 但是如果太太变成观音菩萨 老公会跟他吵架吗 不可能 他也会跟他学嘛 所以人都有佛性的 你展现你的佛性的时候 就会影响对方 你用道理 输他的 特别你是女孩子 你是个女孩子 先生本来就认为他比你聪明 老爸就本来他认为比你大 我是你老伯 他讲这句话 你怎么办啊 所以重点是你的力量很重要 庙庄公主要度他的父王 他乃至用生命 但是最后还是得度了 但是你这个过程 靠着自己改变自己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但实你必然以赶紧 都会贴 这是假愿地 你在世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